民眾運動完滿頭大汗 走到販賣機前投下硬幣 發現右方空蕩蕩的展示格 竟然亮起紅燈 按下販售鍵掉出來的 卻是一瓶奶茶 就在台南這所國中下課時間 許多學生跑到販賣機前想買飲料 結果機器卻被貼上停止販售字條 因為國中小校園禁止販售含湯飲料 這台販賣機竟然偷渡三款奶茶 跟運動飲料 根據教育部公告 校園販賣的飲料跟點心 只能出現鮮奶 果汁跟豆漿 這些比較健康的飲品 像是汽水或是奶茶等含湯飲料 都屬於禁售範圍 販賣機廠商信誓旦旦 強調都有按照合約規定 但原本販賣機空展士殼貼著十元標籤 事後重回現場 卻已經被人撕掉 不肖廠商偷渡含湯飲料進入校園 校方後知後覺被蒙在鼓裡 犧牲的卻是學生的身體健康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